哈囉 歡迎來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牛市來了 關頻道囉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我們要幫忙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為什麼今天這個主題會說牛市來要關頻道呢 其實對於一些加密貨幣頻道的諷刺 因為最近比特幣的市場走勢比較好起來了 市場總體也是回溫起來了 就有很多在上一輪熊市當中 關頻道甚至是沒有更新的頻道 又再次回來割韭菜了 那我對於這樣的頻道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赤之鼻鼻喔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的故事吧 就是在我還沒有開YouTube頻道之前呢 這個我也是常常看一些加密貨幣的頻道 有很多這些頻道呢 我開始追蹤他們的時候可能是一兩萬訂閱 那到上一輪牛市頂端的時候呢 他們可能都已經達到這個15萬啊 甚至20萬30萬50萬訂閱都有喔 那後來就發生了一個狀況 就是說在這個比特幣開始從6萬9下滑之後 下滑到大概4萬多的時候呢 很多頻道就這個更新頻率呢 就開始降低囉 當時呢我是很喜歡這個YouTuber 然後他在這個節目當中的時候呢 每次也說這個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問他 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當時呢我是問了一個 這個他有在研究的小畢 但是我自己不是這麼了解 但這個留言呢就從來都沒有被看到 也從來沒有得到一個回覆喔 因此呢我就覺得說這個很多人 在加密貨幣市場這個波動的時候啊 其實心情是起乎非常非常大的 那很多的問題都沒有我這個管道去問啊 所以我在開頻道的當初呢 我就決定這個每一個留言我都會看 每一個留言我都會回喔 那這個到目前為止 一年半以來這個400多個影片之後呢 的確也是有做到這件事情啊 為什麼今天節目主題會講這個呢 就是因為這個最近我看到一個博主啊 他大概已經消失了這個一年多了吧 就是說最近一年的這個 上片頻率是非常非常的低喔 然後最近呢因為比特幣的市場 漲到3萬8 漲到4萬多啦 那他就在這個線動還有這個YouTube頻道上呢 一直在講說這個大家要進去追啊 現在要開始漲啦 他開始講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比特幣基本上已經3萬8了 3萬8漲到4萬的時候呢 他就說這個I told you 我已經告訴你會漲啦 所以你要進去追高啊 等等這樣的資訊喔 那我看到這個資訊真的覺得挺噁心的啊 就是今天這個你身為一個加密貨幣的博主 為什麼要叫大家在3萬8 這個已經超買的時候進去抄底呢 為什麼你過去一年這個比特幣 在2萬以內的時候 這麼長一段時間 你都沒有出來做影片呢 然後當時你做的影片 都是說要跌到這個8000 跌到1萬之類的喔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樣的行為 是非常非常噁心的喔 那今天就特別做一集來盯這些人啊 因為觀眾並不是傻子喔 現在有很多15萬20萬訂閱頻道呢 他的流量流動的五分之一都沒有 就是他的訂閱數是我的五倍 但是流量只有我的五分之一 這就說明了這個觀眾在用流量制裁你喔 那這些牛市出來割大家韭菜 賺大家這個流量費 然後賺大家介紹費的這間頻道呢 是不值得大家去追蹤的喔 這個純粹是我自己的感覺 是我自己今天的一個rent 因為畢竟比特幣這兩天長得很好嘛 大家都在一個很開心的情緒裡面 看到這些頻道主做這樣的事呢 我真的覺得挺噁心的啊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follow 類似這樣的頻道啊 如果你有我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是哪一個頻道做了類似的事情喔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大部分的散戶做的事情呢 就是牛市看到價錢上去之後呢 才想要追漲 才想要投資 才想要參與在市場裡面嘛 那在這個比特幣一萬多的時候呢 當時是無人問津沒有人想買喔 關於這件事情在昨天直播的時候呢 已經跟大家聊到很多次喔 那如果大家還沒有機會看昨天這個一個多小時的直播的話呢 可以歡迎去看一下回放喔 因為裡面我有回答很多這個觀眾朋友的一些問題 還有我對於比特幣漲穿4萬之後的一些看法喔 至於普羅大眾的心態呢 就是我們就說有A跟B兩個人好了 然後A呢是開著一個1萬塊錢的這個二手Toyota Corolla 但是他擁有10顆比特幣在他冷錢包裡面 大家就會認為說這個人是窮人喔 但是同時假如說有一個人開著20萬的911 但是銀行存款裡面可能連500塊都沒有 但是普羅大眾卻認為這個人會是非常非常有錢的人喔 那這個現象說明了什麼 就是說明這個絕大部分人呢 都是看到表面的東西啊 他看到你開了一個911就覺得你有錢 那你今天銀行裡面這個完全沒有存款也沒有關係喔 那同時他今天看了你開一台破車 就算你冷錢包裡面有10顆比特幣 然後背後有這個百萬等值的股票 他也會覺得你是一個窮人喔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Never judging a book by its cover 就是說永遠不要看一本書的封面 就認為說他的內容一定是怎麼樣啊 我們看到一個人他表現的很有錢 或者是很不有錢 並不代表說他背後實際上就真的是這個樣子喔 我們永遠都不應該當像這樣子的一個膚淺的人喔 OK那我們開始看訓言吧 第一個希望要跟大家聊 當然是比特幣今天稍早的時候 一度觸碰到4萬2啊 那4萬2這個金額為什麼這麼關鍵呢 因為這就是當時這個在Terra Luna崩盤前的這個價格啊 那這個時間真的過得非快 我還記得當時我的頻道第一次這個有人看 就是Terra Luna的事件喔 那這個一轉眼呢 已經這個經過了一年半的時間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特幣吧 比特幣我們用小實現來看好了 那這個稍早的時候 每股開盤之前呢 比特幣一度漲到了4萬2152 那在每股開盤以後呢 因為今天三大股指都是這個崩盤的狀態嘛 都跌的挺多的 所以比特幣就因為這個關係被拉扯下來了喔 那最低的時候跌回41200多 那現在又有點回拉了 然後我們再回到日線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確是得到一個突破 然後當時我跟大家聊Ascending Triangle這個形態的時候呢 我就畫出了這個Breakout的target是多少 就是如果今天往上突破的話會漲到哪裡 然後沒想到這一根線跟今天的這個日線呢 剛好是在同一個地方喔 這說真的有點巧啦 那你說這個目標價位在43000多 我們漲到42000呢 其實很多的交易者都會提早了套利喔 因為今天大家都看到這個目標價錢43000多的時候呢 提早套利在交易市場當中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喔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一個長期投資者的話呢 這些東西呢就是看看就好啊 那接下來我們會不會回去測試388這個區間 還是在這邊整頓之後就繼續往上漲 就是值得我們大家關注的一件事情啊 下一個新聞要帶大家看呢 就是在上週這個過世的Charlie Monger 還有這個巴菲特的公司啊 就是Berkshire Hathaway呢 在昨天的時候呢 這個比特幣的市值是正式的超越他們喔 那很遺憾啊 這個不管是巴菲特還是芒格呢 他們對比特幣都是嗤之以鼻啊 但是在昨天呢 比特幣的總市值呢 卻超越他們這個辛苦創建一輩子的公司喔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第九名是特斯拉 第十名是Ali Lily 第十二名是Visa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比特幣如果跟這個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相比呢 是已經來到了第八名喔 因為比特幣本身就不屬於任何公司啊 所以我認為比特幣最後的市值呢 超越這個所有公司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喔 那這個最終Eventually也是會超越這個蘋果 將近三趨連的市值喔 到時候比特幣的價錢呢 就是十幾萬一顆 那我深深的相信應該會在這一輪的牛市當中 達到這個目標喔 下一個要帶大家看呢 是比特幣的持有圖啊 就是所有持有比特幣地址的人裡面 這個持有多少比特幣 佔多少百分比呢 那我們一開始先來看一下橘色部分 橘色是持有比特幣低於0.01顆的喔 那目前這個市值呢 大概會落在大概400塊左右吧 那擁有400塊左右等值比特幣的人呢 佔了74.6%啊 所以將近75% 四分之三的這個比特幣地址呢 是只持有這個400美金等值的比特幣喔 那在下一個區間呢 是綠色的區間 是擁有0.01比特幣到0.1比特幣的這個區間 就是在這個400塊到4000塊之間喔 那在這個區間的人呢 佔了所有比特幣地址的16.1% 那接下來是藍色的部分 這個持有0.1比特幣到1顆比特幣 就是4000等值比特幣到4萬等值比特幣的人呢 佔了7.1%喔 接下來就是1到10顆是紫色這個部分 那這個等值呢 這就是在4萬到40萬之間 那這個部分的人呢 佔了1.8% 那最後紅色的部分 是超越10顆比特幣的地址 就是超越40萬以上的地址呢 只佔了0.5%喔 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比特幣的分配啊 那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屬於哪一個部分喔 那如果你不在意這個跟我分享的話呢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分享喔 下一個新聞要跟大家聊的是比特幣跟黃金的關係啊 在昨天呢 黃金是突破歷史新高 走到一個price discovery喔 就是這個歷史以來最高的位置啊 從來沒有走到這個地方過 那接下來這個黃金會走到哪裡呢 就是值得大家關注的一件事情喔 那在這個黃金暴漲突破歷史新高的時候呢 比特幣也跟著暴漲 這說明什麼呢 我個人猜測啊 是這個 越來越多的人呢 把比特幣當做這個digital gold 就是虛擬黃金喔 所以因此這個比特幣跟黃金要漲 就是一起漲 要跌就是一起跌喔 那這個對於比特幣來說呢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好消息吧 因為畢竟黃金是這個世界上 這個最大市值的一種資產嘛 所以如果比特幣可以跟它被歸雷在一起的話呢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那我自己是認為這個比特幣最終的 總是指是一定會超過黃金喔 那只是這個時間的問題啊 那我們往下看這個 Turndamister他有發一個推文 表示說啊 比特幣的確有很多tailwind喔 那tailwind就是這個順風啊 就是有風在背後吹你的感覺 讓你這個跑的可以更快喔 那第一個就是new old time high go 就是黃金呢 在昨天已經創下歷史新高了 然後第二點呢 是Argenting to abolish Central Bank 就是Argenting要把這個中央銀行給取消掉啦 那第三個是Worse bond crash in 250 years 就是這個美國的國債啊 即將迎來最大的崩跌喔 這個是250年來最大的崩跌 那第四個是BTC ETF on the cusp 就是說這個比特幣現貨ETF隨時有可能發生喔 然後接下來是real estate trembling 就是這個房地產市場呢 也是在動搖當中喔 最近需求是非常非常低迷啊 所以房地產很有可能會在2024年呢 也崩盤喔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Bank shaking 就是銀行業呢 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的這個不穩定啊 所以是都有可能發生重大的動盪喔 接下來就是Fat getting ready to palm 就是美聯儲呢 他們已經準備好印鈔機 隨時準備開始印鈔票 隨時開始準備開啟QE喔 那接下來是Having in April 就是在明年4月的時候呢 比特幣就會迎來減半喔 那最後一個是Bitcoin layer 2 is here 就是現在已經擁有一些比特幣的策鏈喔 那以上呢都是這個比特幣的這個tailwind啊 就是會讓比特幣跑得更快一些好消息啊 下一個新聞要帶大家看的是 黃金第一支ETF被通過之後 黃金的走勢是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啊 因為大家都把這個比特幣想成虛擬黃金嘛 比特幣現在呢的確也是在這個 等待這個現貨比特幣ETF的通過對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黃金第一支ETF 在2004年通過之後 對於黃金的走勢發生怎麼樣變化嘛 我們在這邊很明顯看到這個黃金的ETF 在2004年的11月被通過之後呢 他就是迎來一個八年的牛市喔 就是基本上一路都在往上漲啊 那比特幣有沒有可能在得到第一支現貨ETF之後 得到一樣的這個performance呢 我個人認為機會是蠻高的喔 因為我在我節目當中有常常跟大家說過 這個一旦機構進到市場的話呢 很有可能就會破壞掉比特幣四年循環這件事情喔 那至於這個比特幣到底會不會迎來一個 超級循環那可能是八年的漲勢 可能是更久的漲勢 這個就是值得我們大家去關注的一件事情喔 但是如果我們看這個黃金的第一支現貨ETF被通過之後呢 的確是迎來一波八年的牛市喔 所以比特幣現貨ETF被通過之後 會不會得到相同的treatment呢 就是值得我們大家關注的一件事情喔 下一個新聞要跟大家聊的是薩爾瓦多 那在昨天的新聞跟大家聊了這個薩爾瓦多的總統啊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聊呢 薩爾瓦多他們比特幣持倉呢 是已經在盈利的狀態了喔 關於這件事情這個我們可以往下看喔 這個薩爾瓦多的總統奈伊·布卡利表示說啊 這個他們國家囤積比特幣的這個策略呢 依然是在持續的進行喔 他們目前呢一共是持有131M等值的比特幣 那目前是獲利2.84% 等於是獲利了360萬左右喔 那當然呢他下面表示說 Of course we have no intention of selling This has never been our objective 就表示說啊這個當然啦 我們是不會變賣我們手中的比特幣的喔 因為這個從來都不是他們這個比特幣策略的這個初衷啊 然後接下來他又表示說 We are fully aware that price will continue to fluctuate in the futures This doesn't affect our long-term strategy 就表示說呢他認為這個比特幣的這個資產呢 依然會在未來當中持續的膨脹 持續的增加它的價值喔 然後這個不影響到他們長期的策略啊 那我們再往下看呢 可以看到這個薩爾瓦多第一次購買比特幣的時候呢 是在比特幣這個第一次漲到六萬四 然後回測的時候在五萬多的時候他們進去買的喔 那這個一路DCA從這個五萬DCA到這個跌到四萬多DCA 然後漲到六萬多DCA 然後再一路跌到一萬五也是DCA喔 所以他們策略跟這個MicroStrategy的MicroSeller是非常非常接近啊 但是MicroSeller的這個平均購價是比薩爾瓦多要低很多喔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啊 就算他是從五萬開始買 這個跌到四萬然後漲到六萬九 然後一路跌到一萬五 那現在呢也是處於一個這個盈利的狀態喔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喔 就不管是MicroSeller、MicroStrategy 或者是薩爾瓦多的總統 當時在比特幣一萬多或者是這個兩萬以內的時候呢 他們也是瘋狂的被大家噴 被大家瘋狂的吐口水喔 那這個我相信跟很多我們觀眾 在這個兩萬以下這個DCA購買比特幣 被身邊的人笑、被身邊的人嘲諷、被身邊的人吐口水 是一模一樣的事情喔 但是短短的一年半以後 這個苦盡甘來啦 當時跟我一起苦中作樂的這些朋友呢 現在都享有至少150%的投資報酬率喔 而且當時在比特幣兩萬以內的時候 選擇承擔風險這些人呢 今天你賺150%都是你自己的功勞喔 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說 這個你只是運氣好 你只是比人家早進到市場裡面而已喔 下一個新聞要跟大家聊的是帝安的新任CEO Richard Tan 那Richard Tan在昨天呢跟CoinTelegraph做了一個一對一的訪談啊 那我們就來聊一下這個訪談內容 有什麼值得我們大家討論的吧 第一點Richard Tan是表示說啊 跟這個DOJ的這個和解呢 他們答應CZ沒有辦法參與這個day-to-day business operation喔 就是CZ在未來當中呢是不會參加這個帝安的這個每一天的這個營運啊 那第二點這個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 就是I'm taking the baton and pushing ahead without growth agenda Whil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global regulator 就是他表示說這個帝安在未來當中呢 會跟全世界的這個監管單位呢 都擁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喔 然後同時呢他也會注重他們這個公司自己的這個快速發展啊 那Richard Tan本身呢就是這個監管背景出身的喔 所以今天我相信由Richard Tan帶領的這個帝安呢 對於監管這一塊呢是會更加的注意喔 然後接下來聊到這個為什麼他們被DOJ罰了4個billion左右的罰金呢 Richard Tan在這邊表示說啊 在帝安的這個早期的時候呢 他們的確有在這個得到合法監管之前呢 有一些gap就是有些時段呢是這個還沒有得到正式的這個license營運執照 但他們就先開始營運喔 那當然這些都是這個一個成長公司會遇到一些挫折錯誤還有一些失誤啊 但是這些呢都已經是這個過去歷史的事情了 也就是說在未來當中呢這個帝安會對於監管這個部分呢 呃非常非常的小心喔 然後最後他強調一個重點啊就表示說 美國DOJ這一次對於這個帝安這個告訴還有這個罰款呢 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呢他們是看了帝安非常非常內部的資料啊 並且表示說裡面沒有任何使用客人資金的行為啊 所以他在這邊特別注重了這一點喔 因為有一些不肖媒體呢就把這個帝安說得好像跟FTX一樣喔 但是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啊 那FTX是動用了客人的資金去做一些這個高風險的投資喔 但是帝安呢從頭到尾沒有動過任何客人的資金喔 然後在最後呢Richard10比了一個3啊 那這個跟CZ比一個4呢是有一個異曲同工之妙啊 只是他比的3呢是代表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是Being user focused always 就是永遠要這個注重於他們的使用者啊 然後第二呢是Working with regulators to uphold standards 就是他們會持續的跟這個監管單位有一個很密切的合作呢 然後提高他們在監管上面的水準喔 那第三個是Collaborating with partners to grow Web3 就是會跟他們合作夥伴一起把這個Web3成長得更加蓬勃喔 那對於這個Richard10當帝安CEO的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看喔 你認為這件事是一個好消息嗎 還是一個壞消息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去跟我分享你的想法 今天最後這件事要跟大家聊的是 巴西最大的銀行呢已經開始提供了比特幣跟以太幣的交易服務喔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呢 這個巴西最大的銀行呢是在這個12月4號的時候 也就是今天呢開啟了比特幣跟以太幣的交易服務喔 然後在這邊負責這個板塊Digital Asset Head 就是虛擬資產的頭啊 他表示說呢這個在未來當中呢 他們會開啟更多加密貨幣的交易喔 但在這邊比較值得注意一點呢 是這位仁兄表示說呢這個客人是沒有辦法 直接透過加密貨幣私有錢包去這個把錢轉到這個銀行 或者是轉出來喔 所以變相你可以說這個就有點像是一個交易所吧 雖然說它是銀行 但是你在上面購買加密貨幣 你沒有辦法提到自己的冷錢包 沒有辦法提到自己的熱錢包 然後同時呢你熱錢包冷錢包擁有加密貨幣資產呢 也不能打進這個銀行的交易所裡面喔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只是一個Nothing Burger 就是跟之前的這個Robinhood一樣嘛 就是在2020 2021年的時候呢 當時這個Robinhood又提供交易狗狗幣啊 交易比特幣啊交易以太幣啊等等的東西喔 但是你在上面購買這些加密貨幣資產呢 其實不屬於你自己喔 因為你沒有辦法提出來到自己的冷錢包 或熱錢包自己持有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你看到的都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你其實並沒有擁有這些資產喔 那今天在這個巴西最大銀行 雖然說他們提供了比特幣跟以太幣的交易 但是這個感覺起來比較像期貨啊 就是只是Paper Trading而已 你買了只是看到數字在上面 但是你實際上並沒有擁有這個資產喔 所以還是非常非常遺憾呢 但是我相信這還是很好的第一步吧 那在未來當中呢 大家就是要更加的注重這個自己持幣的這件事情 才有辦法讓這些交易所跟銀行呢 也提供這樣的服務喔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 掰掰 謝謝 我的理vez 有沒有提供好了 二貼大